哈喽 欢迎学习爬虫歌诚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Redis在这个Linux操作系统上面的这个安装 那么可能有的东西就会想 哎 老师你这个地方不是写的是在这个Ubuntu系统上面安装吗 怎么讲的是这个Linux操作系统呢 那么之前可能有的同学就在问我是吧 他说Ubuntu系统和这个Linux系统有什么区别啊 区别的话就是Linux系统是一个内核 而这个Ubuntu的话是基于这个Linux内核的一个这样的发行版本 所以我们在讲Ubuntu啊SendOS啊 红帽啊 然后是还有其他一些这样的操作系统 他们其实都是属于Linux操作系统啊 他们只不过是基于那个内核自己在啊 这个内核的基础之上啊 在构建的一些自己的东西对吧 哎 就像是那个小米的操作系统 小米的那个操作系统 他其实内核也是那个Linux啊 然后的话就发现出了那个什么呢 啊 魅族还有小米的一些这样的自己的操作系统对吧 其实他们底层都是基于这个Linux内核啊 都是基于Linux内核 好吧 说的话大家以后啊 就不要再去问这样的问题了啊 乌半图你就可以认为他可能啊 其实就等待于那个Linux操作系统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一我们这个的话啊 我们讲课的话就是选择这个乌半图 这个Linux操作系统来来跟大家讲讲 在Linux下面的安装啊 因为乌半图这个操作系统的话 使用起来会比其他操作系统啊更加简单一点啊 对于新属来讲的话会更加友好一点 好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啊来安装下这个啊 讲一下在乌半图下面如何去安装这个redis啊 那么安装这个redis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啊 通过这个什么呢 通过这个apt 盖上啊 这个操这个命令的话是乌半图下面啊 一个专门用来安装软件的一个这样的啊 命令啊 就跟我们在python下面安装一个包样啊 通过那个pipe install的方式进行安装对 如果你想在乌半图下面安装软件啊 就通过这个 apt get install redis-server的方式进行安装 好吧 这地方我就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好来打开一下我的这个虚拟机啊 现在的话我跟大家讲个 肯定需要用的这枚虚拟机啊 如果没有啊 如果我自己再开一个啊 操作系统的话就讲不了对吧 好 这个呢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速度apt啊 呃 在新版的那个乌半图下面操作系统这个哈 你直接写apt get get 或者是apt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直接安装 install install 然后是呃 redis rids-server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安装了啊 好 大家他这个地方的话就提示你啊 这个地方就提示你说什么呢 说哎 这个东西需要呃 1505kb啊 这个词完你是否需要继续 那么的话和我一问我们写个选择个歪需要继续对吧 这样的话他就会自动的给你进行安装 好吧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安装完成了啊 就已经安装完成了啊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交换单中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哈 如果你安装完之后你想卸载 那么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apt purge啊 pure purge 这个是纯粹的意思啊 纯粹 哎 刚刚auto remove redis-server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redis啊 纯粹的全部的把它给卸载掉 全部的把它给卸载掉啊 好 那的话启动哈 呃 启动的话这个是查看下是否启动啊 是否已经启动啊 查看下是否已经启动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大家看一下啊 bs a1s j1ep redis啊 好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redis的话 目前是已经启动了啊 启动了 就是在这里方出现的这个东西啊 他是在监听我们这个127.0.0.1 然后是他的段高是6379啊 是6379 这个地方的话代表是已经启动了 好吧 代表是已经启动了啊 好 那么如果你想停止的话啊 这个地方可以调什么呢 server的方式啊 速度server 然后是redis干server stop就可以停止的 好吧 呃 这个地方速度的话是我们使用这个啊 入腾呃 那个全线 那么如果你当前就是处在这个root用户下面 你就不需要速度的啊 好 这个地方是servse 然后是redis干server啊 然后是soft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redis把它给关掉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的话是不是就没有那个东西了 之前之前这个redis你安装完之后 他自动给你启动了 他自动给你启动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啊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给停止掉了以后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这地方下面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代表的是我们已经把它给关闭掉了 已经把它给关闭掉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给启动一下啊 那么就是servse server server代表的是后面跟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redis干server 只要这个服务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现在我们要让它启动 那么就是start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启动了 那么这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redis是不是又启动成功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又启动成功了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乌班图操作系统系统下面好啊 如何安装啊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吧 安装和现在以及启动这些东西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 后期的话我们啊 会在这个linux操作系统向上面啊 去运行啊 去运行什么呢 去运行我们的这个 啊 下面哈 所有的话啊 这里希望大家也是要掌握一下 好吧 要掌握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些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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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待